各位網友,這條片是由一宗新聞引起的,就是很多人都有報道,昨天東涌有一個地,就是流標,賣不出,政府收發, 價錢是慘到不得了,這個很多人都有報道,但是大家知道我們永遠不會為人走多一步,就是我從樓宇供應,未來樓宇供應,貨幣供應, 以及公屋供應,人口移入移出,來看這個問題,因為這些都是影響了供求關係, 因為始終香港很多人,香港有一百二十幾萬人是持有樓的,一百二十幾萬人, 或者一百二十幾萬戶,那這班人的身家性命財產,很多時候都七八成在樓宇, 大家這個要認真小心的,好了,紅米時代推出燒魚,烤魚,酸菜烤魚,麻辣烤魚, 整條魚給你的,正牌價178,優惠價138,大家看一下, 七間紅米時代,五間時代,兩間紅米,大家快點去光顧, 這個地政署11月1日宣佈,這塊地, 未達到政府的抵價,因此收回, 這塊地估值是8至16億, 每呎樓面估值是2千至4千元,我都嚇一跳, 2千元,香港的地盤這麼便宜,樓面值, 2千元,一會我計算數給大家聽, 這塊地在東沖新田海區域,臨海, 還有海景,地盤面積11萬呎, 可以起40萬呎, 但是起多少個單位呢,就是不是定的, 現在估計是414個,但是就subject to污水處理, 就是說污水處理是限了你的住宅數字, 因為你起小一點,起大一點, 你都是多些人住的, 每個香港平均一個家庭, 現在大概是2.3,2.4人一個家庭, 好,大家看一下這塊地, 這裏是海景的, 永無遮擋, 但是這個社區未曾完成的, 那個華貿東沖商業項目, 華貿東沖牽引配電站項目, 這樣, 這裏有一個迎東村,是那些公屋, 這裏還有一個東沖東站, 還沒建好, 所以有一段時期, 你會容忍那些生活設施是不夠的, 這個是今年第三幅流產的地, 連同一鐵一局, 總共又有一幅, 各有一幅地流標, 今年五幅地流標, 是不是很嚴重呢, 好,我先計一計條數給大家看, 東沖這塊地, 其實流標, 即是兩千元都不到, 總共四個人落標, 總共四個人落標, 這塊地竟然是兩千元都不到, 是信和、恆基、新地、嘉華落標, 其中兩個超大MASA, 原本就是估值八億, 八億都不到, 兩千元都不到, 可能出五、六億, 可能還有一段距離, 兩千元一呎, 香港蓋房子, 大概三千多元一呎, 加上五千多元一呎, 加上有些利息, 有些利息的, encure了一些利息, 那就是六千元一呎, 即是如果你有穩陣賣到八千元一呎, 這個四年後, 你賣到樓花, 三年後你賣到樓花, 賣到八千元一呎, 你都有兩千元賺, 他認為八千元都賣不到, 那如果一間800呎的房子, 八千元都賣不到的話, 即是六百萬都賣不到, 所以才這麼悲觀, 這個是對前景非常悲觀的, 我計了這條數給大家聽, 好了,大家看看中原領先指數, 這個, 這個, 第一, 大型單位, 嚇我一跳, 較上個星期跌1%, 一個星期跌1%, 這個是很嚴重, 較上個月跌2.93%, 一個月跌2.93%, 中小營單位跌2%, 較上個月, 大型屋邨領先指數跌2.15%, 一向來講最穩陣的就是大型屋邨, 大型屋邨跌2.15%, 這個是, 港島跌1.85%, 穩陣一點, 九龍跌得最多, 永遠都是, 為什麼九龍跌得最多, 因為西九龍那些豪宅, 那些假豪宅是跌得最重要的, 跌3.17%, 新界東跌少些, 新界西跌多些, 好, 你看一下指數, 其實指數在2018年中的時候, 香港樓市達到巔峰, 是190點,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相當準確, 現在跌到150幾點, 150, 你當它150, 154點左右, 154點, 190點, 跌了30幾點, 香港的樓市距離巔峰, 是跌了17-18%, 這個是現象, 而且, 它還是由2018年拖到現在, 5年, 這5年就跌了10幾%, 但是這5年的通貨膨脹, 又有10%左右, 實際你的損失, 就是20幾%, 我們看看, 究竟香港樓宇的供求關係是怎樣呢, 這幾年, 在林鄭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林鄭狂谷之下, 她這幾年, 如果我們拉勻整條數來講, 她每年的施工量, 是有1萬7-8個單位, 大家先記住這條數, 今年去到第三季, 1萬1千5, 我想第四季都有幾千, 她通常都是1萬7-8個單位, 每年的施工量, 落成量, 其實, 至最後, 樓一定是落成的, 你施工, 當然是落成的, 差幾時而已, 但是又怎樣呢, 好賣的時候, 他們就起快些, 不好賣, 他們就拖一拖, 不過現在我想都不敢拖, 為什麼呢, 拖再跌的時候怎麼辦呢, 最大問題是這條數, 你累積有多少貨美未賣呢, 哦, 大家看到, 原來在2012年到底, 全香港, 起好了未曾賣的, 現貨貨美, 是不夠四千個, 現在一直到達一萬八千幾個, 即是有一年的供應, 一年你一萬五六個, 是坐在那裏等著賣, 而那個Raisal是什麽時候急升的呢, 2018年那時候, 只是八千個而已, 是在2018年這五年, 尤其是21年到現在, 國安法通過了之後, 這個急升, 變成這個構成極大的壓力, 即是貨美, infantry, 當你build up 了那麽多infantry那一刻, 他就麻煩了, 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infantry數, 好了, 這個是C樓的數, 我跟大家講過, 每年的供應就是一萬七八左右, 那供樓是多少呢, 供屋是多少呢, 接下來, 因為最重要是看接下來的數, 一直來講, 總數都是在三萬左右, 可能不達標的, 但香港這些都到九十幾個巴仙, 很多時候到九十幾巴仙, 除非建築工人非常不夠, 就可能拖慢一點, 加上四萬八千個單位, 這個是grossly overbill, 當然, 這個就是, 他其實是有三萬一千幾個單位, 是公屋和居屋, 譬如這樣, 公屋萬五, 居屋是八千, 現在居屋更加便宜的價錢出售, 那些居屋, 其實可以負責那些人, 居屋那些人有辦法去搞標準, 或者是公屋搬出來, 就是令到那個百表和錄表, 令到那個公屋的數目增加, 大概來講, 這三萬很多是用來改善居住環境的, 大致上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算, 五年內, 就是會將那些劏房, 照理供應了大半, 排隊拿公屋的人大半, 每年增加大概是五萬個單位, 五萬個單位可以住12萬人, 而香港的人口正在減少, 有些輸入尊財, 但是今年會反彈一些, 就是因為那些單程證下回香港, 但是長遠來說, 香港的人口一直在減少, 你每年供應這麼多個單位, 其實這個是系統性, 結構性改變了香港樓宇供應, 以及這個供求數目, 好了,大家看一下, 這個供屋需求量, 原理上, 詳策的目標是蓋31500, 但是這個就是蓋不到的, 這個供應房屋的落成量, 現在就是2萬多, 接下來就是3萬多, 就是這樣, 這個數目就夠瘋了, 接下來的熟地供應量, 大家看一下, 我都說是overbuild, 不是, 由180公頃, 一直到400多公頃, 在最近2028, 五年後, 它的供應量是350公頃, 350公頃, 即是多少, 是double了現在的數目, 這些數目, 這麼多的熟地供應, 要來做什麼呢, 在林鄭期間, 本來我們就說, 所有新的地供證, 六成做供應房屋, 四成做私營房屋, 其實這個比例就不對, 一向來講, 55是私營房屋, 四成半是供應房屋, 後來就改成64, 供應房屋佔6, 到林鄭的時候, 就在社會壓力之下, 就將供應房屋變成7, 大家看看, 去到五年之後, 如果她再照現在這個進度, 來增加土地供應, 是變成三倍出來, 兩倍半出來, 但是有些一定難尾的, 即是東北那個新市鎮計劃, 就一定完成, 這個我告訴你, 這個什麼一定可以的, 那個大嶼山的填海計劃, 這個一定可以, 沒有錢做, 好了, 瑞銀如何評估呢, 他本來估2023至2024, 認為香港樓價跌了很多, 會反彈, 反彈5%, 現在估計跌10%, 連通脹也跌了12%, 這個你可以估計, 估計得到,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個, 其實其中牽制到那個, 樓價的一個因素, 就是那個利息, 香港呢, 五年前, 五、六年前, 我買了, 就是我還有樓供的時候, 是2%左右, 供2%左右, 現在要7-8%, 現在要7-8%, 7%左右, 這個供樓的負擔是重了很多的, 這樣的時候, 樓價已經受壓, 不要再講人口二入而出的問題, 大家看一下, 2016至2023年的人口, 他是由750萬一路跌到, 2022年中735萬, 跌了15萬, 哈哈, 2023年中反彈到750萬, 為什麼呢, 過去三年的人口是淨而出, 他說今年的人口淨而入, 這個就是very misleading, 為什麼呢, 人口回升, 上住居民是724, 原來是724, 流動居民248,700, 即是怎樣呢, 其實在一年內流港, 一個月那些就是流動居民, 流動居民在過去疫情幾年, 他們去了英國, 去了其他地方, 去了加拿大, 他們又不能夠回香港, 回香港困住你14天, 今年就放一些人回來探親, 探兩次親就是一個月的, 你知道嗎, 原來這條數是有15萬人, 所以這條數完全是騙自己, 而且疫情的時候, 那些人單程症就不來, 今年持單程症來香港的人有3萬多, 所以人口沒有回升, 而隨著香港局勢的嚴峻, 即是赤道的一再收緊, 愛國教育的一再收緊, 你可以預期真正的香港人, 移出的機會是大的, 始終持續流失, 但是也有些專才計劃, 有幾萬人移入的, 好了, 我們看看貨幣供應, 貨幣供應原來, 在2020年至2021年就達到巔峰, 達到巔峰, 這個就是因為疫情, 這個2021年就急劇回跌, 然後2022年, 你看到M2供應是一路疲弱的, 為什麼呢, 那些錢在香港流出, 這個是整體貨幣供應, 那些錢流出了香港, 於是資產價格就會下跌, 因為房屋有金融屬性, 大家看一下, 由2022年開始, 那些錢流出香港, 為什麼呢, 因為聯儲局加息, 很簡單, 因為聯儲局加息, 大家看一下這個你就知道, 這個就是香港和美國的利息差距, 越高, 這個幅度就越大, 香港是被迫, 結果因為聯繫匯率, 香港被迫加息, 台灣就不加息, 所以台灣就是台幣貶值得這麼厲害, 香港因為聯繫匯率被迫加息, 加息之後, 你就看到, 樓市是明顯受壓的, 好了, 負資產多少呢, 第二季末的時候三千多宗, 增加到萬一宗,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負資產數目, 如果再跌多10%, 這個負資產就會激增, 因為過去2018年到現在買樓的人, 第一層樓都是給三成首期, 如果樓市跌得超過三成的話, 過去三年買樓的人, 有五六萬人, 很多變成負資產, 但是香港人就不同, 負資產他繼續供的, 沒有所謂, 只要他的工作在這裡, 香港人會繼續供的, 不管負資產, 他們覺得樓市始終會反彈, 但整體來說, 這件事, 我是從各方面勾畫了一個圖畫給大家看, 香港的房市, 我是悲觀的, 我是悲觀的, 你不要以為自己住沒有關係, 自己住也是有關係的, 房市你不能夠經常買賣, 但是除非結構性改變的時候, 你看見整體大小已經轉了, 這個房市的周期一跌開就不是這麼簡單, 香港的房市我們再看一下, 在2018年到頂, 2018年到頂, 其實在這裡, 它是徘徊一輪不跌, 已經四年不跌, 然後這裡決定性下跌, 在這裡是轉成了整體疫勢, 是無可扭轉, 因為這個升幅是由2003年上來的, 它其實已經升了18年, 累積升幅是兩倍半, 兩倍半至三倍, 因此你覺得它下跌就是非常之自然, 而且香港的一國兩制還存不存在呢, 香港的金融中心還存不存在呢, 這些是決定性, 結構性改變的, 好嗎? 這段講到這裡, 各位網友, 入貨的好時機, 人民超市的驚喜優惠浪接浪, 凡是去人超, 實體店, 買臘腸, 潤腸, 兩盒, 今次是送中國特級冬菇, 是沒有腳的一斤, 價值148元, 是撕了個釘去的, 肉身特別好吃的, 這是名貴的, 現在這個時候, 拿了臘腸, 冬菇去燜雞, 這個就好吃了, 還有一張, 紅米時代的20元現金券, 送給你168元, 買兩斤臘腸, 天氣涼涼的, 當然要打邊爐, 或者barbecue, 和家人或者朋友, 歡聚時光, 各款肉類, 今期都有優惠, 急凍的日本飛駝牛, 西冷扒, 大約200克, 原價298元, 特價228元, 298變228, 日本飛駝牛煎銷片, BMS9-10, 200克,原價228, 特價188, 日本飛駝牛火鍋片, BMS9-10, 200克,原價238, 特價188, 還有一家家韓牛的牛柳, 受起銷, 約200克, 原價250元, 特價178元, 不吃牛就有豬的優惠, 日本九州白團免治豬肉, 400克, 原價39元, 買一送一, 日本九州白團豬肉片, 400克, 原價79元, 買一送一, 日本北海道白團豬胺, 約500克, 原價99元, 特價78元, 美國IBP Prime, 去骨牛小牌, 火鍋片, 約300克, 原價178元, 特價148元, 美國IBP Prime肉眼扒, 8盎司, 原價128元, 特價99元, 嘩, 厲害了, 有什麼優惠, 我都不相信, 凡是買100元, 除了立獎之外, 買其他任何東西, 買100元, 送一個韓國熟豬土, 350克送一個給你, 你買的東西多便宜都好, 都買100元, 送一個韓國熟豬土, 買200元, 送日本九州白團豬手粒, 500克, 100克, 200元而已, 送一個超過一磅的, 白團豬手粒, 送20元, 紅米時代的現金券, 讓你試一下我們的雞煲那些, 是完全當現金用的, 優惠期, 由2023年11月1日, 至11月15日, 立即過來人民超市, 享盡至低優惠, 買得多便省得多了,